你用這麼小的東西去思考可以嗎 你一定是衝動的嘛 你會衝動嘛 衝動的失去理智 你就迫於想見面嘛 你就控制不住自己 啊!啊!啊! 我不是很喜歡表我的粉絲群 我是用大家來知道 現在這個時代我們要講求什麼 科學理論 我們要有sense 不然會被人家說我們只是混混流氓 當他媽的腦袋對上拳頭的時候 人家都對我們這麼講了 是不是這樣子 那是不是我們要更關心粉絲 用什麼 用專業 用什麼專業 科學的角度 像我剛剛講的這個 你知道是非常符合科學的 真的 不信 你問聊天室 聊天室有女朋友的打1 聊天室有女朋友的打1 有女朋友的打1 我問一下 應該都沒有吧 有女朋友的打1 各位 有女朋友的打1 我看看 有女朋友的打1 你看看 都生病了 看到沒有 都生病了 這麼多人 你有沒有看到 這些人怎麼了 我們在關心這個社會的同時 也請剛剛罵我這位藝術家來看看 你看看我聊天室 你看看 你看這些人 這個也是社會問題啊 對不對 這要解決的嘛 都有女朋友 你信嗎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一句話 真的是 寧願相信館長有30公分 也不願意相信金剛粉絲有女朋友 這句話 你可以去世界名言錄裡面翻到 這句話 小玉國際 小玉國際 就是因為她 你說這是不是生病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 一邊看我的直播 一邊電腦一邊開著 這一些番號 一邊在看 有啊 我女朋友在那裡啊 她們認為是這樣 那女朋友呢 就關掉電腦之後 女朋友沒有 她回家休息了 就只能這樣子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你太認真的跟她講的時候 又會怕 觸動淘汰 有些人會公會 你知道有些人可能會來會哭啊 在家裡這樣子 我真的有女朋友 我有女朋友 她已經崩潰掉了 所以就當作有吧 好不好 我知道女朋友每次來都知道 我知道各位女朋友 還有另外一個形式 就是每次女朋友 都要用LINE聯絡嘛 然後會有一個男的 會介紹女朋友給你嘛 但是 她的介紹那些女生 都剛好 很奇怪的 在LINE裡面 這些女朋友 笑得滿地打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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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講喔 都很怪 都剛好什麼 爸爸得癌症啊 媽媽需要錢去開刀啊 弟弟他媽出車禍啊 然後自己身體有病 都是這種 你知道嗎 都是這種可憐的女孩 那偏偏這麼巧的 這些可憐的女孩 我想我上班族每個禮拜 下班都去運動 但是身體隔天都很痠痛 如果只做建立三項 該怎麼練 你要休息 你要按摩 你要放鬆 那練的程序 去看我的這個 我的YouTube非常多 對不對 這些可憐的女孩 都讓我們這些宅 宅男遇到 奇怪了 都不會有正常的女生 對不對 館長我正在進行 肌肥大訓練 做一修一或修二頻率 可以媽肚子越來越大顆正常嗎 可以啊 你油養要做多一點 水要喝多一點 對不對 那每次都遇到 都是女孩子都跟你講說 才剛開始認識沒有多深入 就用LINE跟你講說 他家裡人很深 怎麼樣 他真的不是要做這一行 真的是現在家裡遇到的困境 遇到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幫幫我嗎 就八千塊 對不對 不限次數 對不對 從晚上十二點到早上七點 都是這麼可憐的女孩 都是這些可憐的地方的女孩 每一個爸爸媽媽得癌症得癌症 弟弟剛好又出車禍 他自己剛好學業又沒有錢去念書 又需要錢 對不對 所以我們聊天室很多人常常的 基於愛心 基於善心 絕對不是自己的受 絕對不是陳他媽一 一絲之私欲 不是受信 不是畜生 不是的 他們都是充滿了愛 充滿了愛 他們希望 幫助這個社會 所以其實嚴格來講 我聊天室裡面有很多人 常常每天來捐錢給他們 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幫忙 孝德滿地打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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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幫助嗎 我怎麼可以對不對 我是做跑步 G70到80的頻率 但跑完腳超級痠痛 是不是要改成快走 改成快走 然後按摩 改成快走 不然你會很嚴重 改成快走 我們需要你每天持續習慣 而不是一天的去把它體力耗掉 然後去讓你的肌肉延遲性痠痛 甚至造成風傷的風險 好我繼續講回來 你知道我們聊天室 跟館長一樣都充滿了愛心 你知道有時候真的是 不是不是他們是真的要做愛心 所以當 像你知道嗎 LINE打開就是有些人會傳一些照片來 這個女孩子也可憐 那個女孩子也可憐 都很可憐的時候你知道嗎 我們聊天室還會說 這個可憐的女孩啊 這個胸部罩杯多少 這個可憐的女孩幾歲 都很可憐 但是他們還是要挑對象去幫助 基本上 真的 胸部越大的女孩越可憐 真的這些男生不知道為什麼 胸部越大越可憐 胸部越來越大 這個他們的憐憫之心就一直起來 我說聊天室 我說是不是啊 是不是 是不是 For是不是 請大家認識回答一下是不是 大家認為胸部大的女孩 都一定要找胸部大 都很可憐 好啦也算了 所以館長現在認定 你跟我都是同一種人 我真的好喜歡大學梯 所以真的斷貨了嗎 斷貨了 不好意思 所以我跟這個廣大的社會群眾講一下 有時候是這樣 你知道這個社會的問題這麼多 不要用有色眼光去看 這個不叫做嫖妓 什麼什麼 這叫做嫖嗎 這叫嫖嗎 只是你知道嗎 在幫助一個少女 然後在幫助的過程中 一見面 雖然這個很快 就一看到面 馬上產生的情術 大家知道嗎 這個我們輔大講的嘛 情欲流動 你不能怪說 他們不是嫖妓 他們是情欲流動 那情欲流動之後呢 他們為了要幫助這些 孤苦伶仃的少女 所以他們拿出自己皮帽裡面的新台幣 放到她的身上 這是幫助 這跟嫖妓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跟嫖妓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一見面 哎呀喂 你知道嗎 在那短短的 就他們雞毛中 一見鍾情嘛 大家都有沒有一見鍾情的感覺 只是她一見鍾情的頻率比較高嘛 比較短嘛 時間比較快 這是愛情 沒有錯 但是 對不對 你不能看不起愛情 雖然她只有短短的幾個小時 比如說只有三個小時啦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59分 57秒在洗澡 類似這樣子 實際 坐下去就三秒鐘 但是這三個小時裡面 是不是這樣 他們就可以聊非常多的話 因為性能力不好的人 通常都聊天比較多啦 也是這樣子 所以聊著聊著 這感覺就有了 天雷勾動地活一發不可收拾啊 那 該做的事情做完之後 該幫助還是要幫助 所以他們是後來拿錢給他用意 我來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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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弄得老娘今天晚上要蘇谷 這給你 車也給你 三百萬給你 一下一萬 我通常遇到都是這種 那我一氣之間就讓他破產了 你看我一下一萬 What the f**k 就算是郭台銘 我今天晚上也讓你破產 哼 如果他破壞你聽得到嗎 一氣之間啦 請家燙菜 現在在貴婦團裡面有一個傳聞 千萬不要人阿館 你就沒貴婦可以當了 你就會流落街頭 你的錢通會變成阿館的錢 千萬不要跟他嗆說 如果一下一萬 會死人的阿 也會死人的 懂我意思嗎 倉庫 四川伸縮帶的車線就斷了 你買太小了吧 沒關係有問題喔 有問題喔 就是來 來就是 來這個 秘密粉絲團照片附上來喔 可以推換貨 可以推換貨 聊天室裡面這些人阿 你們我知道 我就讓你們發現 盡量講盡量講 我常常講一句話 如果罵我 可以讓你女朋友 沒有女朋友的人生 過得更快樂的話 罵我吧 如果你今天痛罵我 你單身了30年 這種痛苦 你可以忘記的話 可以 如果罵我 可以讓你感覺得更好 盡量罵我 如果罵我 可以幫你解決你沒有女朋友 這個事實的話 你可以盡量罵我 這是一種 如果罵我 可以 讓你每天晚上 被老婆踹下床 這種感覺 或者一絲的慰藉 你可以罵我 如果罵我 可以讓你老婆 跟你做愛的時候 老是在催促你 哎呀喂呀 快一點啦 我還在看蘋果日報咧 喔 快一點啦 肚子扣下來 反正那麼快 我一定報紙 頭版標題 還沒看完 你就做完了嘛 快一點 如果可以改善這個的話 你罵 我罵 如果可以解決這個事情 好不好 OK 罵我吧 哎呀哎呀哎呀 這看了這麼多人 給你幹一下 有一萬那 我只有三萬那 還不如讓我幹你 因為你只有三下 你知道的 阿管以後 可以開放一個倉庫 領取衣服的嗎 持有付款證明 直接去您倉庫領取 也省郵件費用 我再考慮看看你的說法好不好 因為我們統一寄出的話 比較 在作業程序上面比較好 好 今天最後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聊的事情 有一個 有一個事情 你問少知道是什麼 在一個事情上面跟大家聊 等一下我要下播了 明天有四台的 狗狗龍 我覺得 很多人的開場語 我覺得很北 像館長絕對不會這麼講話 尤其是很多女生 欸你知道嗎 為什麼 這句話 你知道嗎 有沒有 我不是很建議大家說話用這個 因為我每次都會省毀 有些女生 或是說 一些 你知道嗎 很多女生都會找館長 試圖的啦 當然 我都沒有去接觸啦 那開口第一句話就是說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然後他就沒話說了 搭訕的口吻 還有男生千萬不要這樣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喔 我不知道 你不要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很多人講話 是不是都這樣 一開始他 欸我跟你講了 昨天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他都講不下去 那如果你有好朋友 要吐槽話的話 你可以學館長 以後他要講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想聽我不知道 館長要不要考慮海外的貨先發 台灣再發 這樣海外的觀眾拿到的時間 才不會跟台灣差太多 那這個口頭禪呢 你把它解 其實 呃 有時候各位男生喔 用這個方式去搭訕喔 就被打槍 我們要有個性 喔 當然不用像館長這樣啦 喔 館長時代有是這樣 走過去 首先是對看 對看個兩秒鐘就夠了 直接走過去 欸小姐你好 沒有 沒有 直接跟他走 小姐 我想要跟你修幹 就這麼簡單 喔 是嘛 不要浪費時間 人生短暫 就是金錢 馬英九的633阿管 已經實現了六年級生 三空分三秒鐘633阿管威武 對不對 喔 你只要跟對方對看了 其實直接講就好 為什麼呢 因為避免就是說 其實很多男生喔 很可憐的啊 你知道嗎 我就遇過好多 喔 館長啊 我跟你講喔 我遇過這種白痴 喔 館長啊 我那天啊 喔 有一個女生啊 我說嘿 女生 嘿 她用LINE啊 蜜我啊 喔 小眼一段來看看 她講話聲音好可愛喔 喔 然後咧 她的照片好漂亮喔 她說她要跟我見面呢 然後出去見面她說 唉唷喂啊 可是她需要人家幫忙啊 唉唷喂啊 因為她要出來喝茶 你要買iCash點數卡給她 喔 像這種 啊 這麼這麼這麼 有愛心的年輕人 啊 結果呢 館長啊 我儲值了三千塊之後啊 我還沒看到她 她說啊 她剛剛沒有收到序號 我可不可以再去買三張 各一千塊面子的 儲值給她 喔 我還是儲給她 你知道嗎 她最後跟我說謝謝之後啊 我就被她封鎖了 花了六千塊 呃 連 見面都見不到 你怎麼知道是不是變生氣 你怎麼知道她的圖片是不是去網路上抓的 年輕人啊 有時候啊 我們男人要用這裡思考 而不是用那裡思考 喔 如果館長是可以 因為館長比較大嘛 所以我用老二思考跟大老思考 基本上是 一樣 因為我比較大 但是各位 這樣思考嗎 你用這麼小的東西去思考可以嗎 你一定是衝動的嘛 你會衝動的嘛 衝動的失去理智 你就迫於想見面嘛 你就控制不住自己 啊啊啊啊 誰變得亂 電源衝來 啊 對不對 有多少來多少 是不是 你認識什麼 爸爸媽媽 生你的時候 非常辛苦 從小時候把你這個小雞雞養到 長大了 雖然身體長大了 雞雞還是很小 沒有關係 但是你畢竟還是長大 父母的恩德啊 記得報 不要啊 把父母辛辛苦苦啊 留給你的錢啊 去買這些點數卡 去買這些點數卡 好不好 千萬別 館長關心各位 我怕各位再落入這種圈套 館長跟你講 我被我被騙了 為什麼要欺騙我 為什麼 這種所有的水小事都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把自己歸類成全天下最不幸的男人 你一定不是最不幸的男人 你一定不是的 好不好 一定不是 哦 那我基本上我真的是覺得說 覺得說各位真的是不要做這種事情 今天幹嘛講這個 你的肝跟你的屌長反了肝是硬的屌是軟的施主 你還是砍掉重鍊吧 今天為什麼講這個 今天就是說 我覺得我要有點社會責任啊 教大家去如何過一個正常的一個 正常的一個交女朋友的一個過程 而不是用這種方式 好不好 雖然我知道大家都很愛心 然後 因為我現在有時候 我的LINE 有時候會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 大哥你好 哎呀喂 我他媽的身世很慘 你知道嗎 通常出來做這個女孩子 沒有一個身世不慘 哎呀 我爸爸最近啊 沒有辦法工作出了車禍 媽媽啊 長期化療 妹妹啊 還小 沒有錢出車 我迫於無奈啊 弟弟又剛好出車禍 有沒有 全家人一定很不幸 除了他之外 每一個人不是病了 就是被車撞 不然就是瘸在 不然就是把他得癌症 像這種 像這種事情 在這個社會上層出不窮 每一個身世都非常不好 就像我們每次去 酒店 問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一行 他們講的不是說 因為我要LV啊 因為我要課藥啊 因為我他媽的 我要賺輕鬆錢 不是 他們一定都是很可憐的孩子 他們一定有一個破碎的童年 加上 啊 非常慘的現況 寧願相信館長三奈迷 也不能相信粉絲連這種爛梗都會上當 對 身世都非常的差 而且不論你到哪一間店 問哪一個女孩 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一定有一個不堪回首的過去 一定有一個不堪回首的過去 當然了 你問一下 相反的 你問一下台灣的這些宅男 就像各位 他不會講 你知道嗎 當你被騙了 當你被騙的時候 你不會跟朋友講 為什麼 因為朋友只會笑 沒有人會幫 所以這種錢真的很好賺 齁 我建議各位 勇敢站出來 我們不可以讓這種事情一直在發生 好不好 那 明天附上你的身份證 館長 你要知道館長現在是有社會影響力的 喔 附上你的身份證 然後你本人 然後一個影片 60秒內 然後講述你怎麼被騙 如何被騙 館長每天直播幫你放出來 你住哪裡 你的姓名叫什麼 你的身份證字號 爸媽是誰 對 就跟大家講 對 館長絕對會幫你講話 館長的開始是這樣 來 注意喔 這是我的粉絲群 他去嫖妓被人家騙 大家聽聽他怎麼講 我會幫你調一個公道 我會很大聲的說 對 類似這樣子 那記得身份證 記得要拿正面 正面之後 然後要拉近 讓大家看到你的柱子 因為 要讓 猝鼻頭尾 從你的老師 館長我媽只有A罩杯 我爸只有三公分 還早洩 我姐嚴重 禿頭 我弟十歲 就早洩 我身是艱難 我需要你的幫忙 你不用一直抖內 一直講 我知道你很艱難 你剛說那些病 其實我用屁眼猜都 偷給猜得出來 你有這些病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個 所以我一定會幫各位申冤 好不好 只要你拍出影片 因為我怕被騙 你不能說故事 所以附上身分證 然後 介紹一下你的家庭狀況 媽媽叫什麼名字 爸爸叫什麼名字 下留幾個兄弟姊妹 我一定會幫你講 我一定會幫你講 好不好 今天晚上要到這邊 明天準時收看 在八點的時候 明天就要準時啦 明天要抽勾勾龍四堂 最後一次最後一波 明天還有格鬥比賽抽籤 歡迎上網收看 那今天要抽籤 抽籤結束要用格鬥比賽抽籤 明天格鬥比賽會抽籤啦 請大家注意到這邊啦 OK 大家晚安 不要太想我 不要常常看LINE 好不好 Additionally 不妨礙 你怎麼會 我會��면